對 然後就是帶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今天非常非常開心來到花蓮打開的Vlog社群流動 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同樣也是技術證明我這種時間 發生在捷克布拉股 那可能因為事件外所謂加快 對 那主要是給大家分享一個照片 對 好 所以呢 今天就是 在放四個 這樣就是製造型 然後就是他們的 所以他是以泰島通關子大會也非常大 一年零度然後全世界最有權威的開發子大會 那剛剛我們就是社群朋友 對 還有問到以泰幣 對 所以現在其實非常流行的也是就是以泰幣 就是除了別人之外 對 然後這次還要 呃 除了感謝資產還有博會 然後非常謝謝日本東晃子先生 對 特特特的 對 我們所有來花蓮的費用都是他贊助的 哇 就是 呃 客氣比較興奮 謝謝 好 那我是亞信 然後我的官方的贊助是亞信達立 好 這樣就好 好 然後今天他的照片就是我 我畫一個照片 就是不管手機還是照片 呃 照片 然後這個是就是當場 就是 呃 瓜哥看我們的城堡 就是城堡區 就是會拍的照片 那我平常 我就是2012年畢業 是東法大學英文CBA 那英文CBA完 通常會做什麼事呢 那我就是會做英文老師 那你就是會做國貿的外業務 那我就是就是有點悟悟悟悟悟悟悟 就我畢業之後 2016年6月之前去台思大 就是有個華語教學研究所 當研究助理 對 就是當了一年研究助理之後 我對 呃 我第一次碰到寫成試驗字 因為我發現 欸 因為實驗心理學實驗設計 需要寫成試 然後我就看到一個 呃 物理系畢業的學生 然後他居然在寫成試 然後寫 我會去家用的是 成為實驗的人的層次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層次嘛 然後我們實驗室的教授 把他印出來給我看 不是第一次看到 然後後來就慢慢對科學有興趣 所以我花了 後來就 離開實驗室之後 我就去 呃 做科技記者 對 所以我一開始的 就我的背景也是外文系 加上科技雜誌的採訪記者 對 那我採訪的東西 我一開始的2013年到2015年 主要就是採訪MAKER 所以我寫MAKER 其實算是比較有名的 對 就是我寫就是九大台灣MAKER SPACE 對 然後 最近也有訪了一些MAKER 是日本 東京 還有一些MAKER SPACE 國際不早的MAKER 也是我會去後方主持這樣 對 然後 但是我 我今天講的那個以太坊 就是 以太坊就是梁志成 就是這樣在拍到 他就是在以太坊 基金會裡面擔任開發者 那就是也是接受他的邀請 然後我就是去當作一個 我好像也是開眼鏡 然後我也是 有一點像採訪 有一點像攝影師的角度去看 然後他的活動呢 是在十月三十到十一月二號 在FULARC的捷克 然後有四天的活動 連續四天 然後從早上到晚上 然後晚上之後呢 還有其他活動 就是像after college 然後 總共有超過三千位 來自世界各地的開發者 然後他的票價多少天 對 他票價一千零二十五歐元 大家可以上上看 對但是我居然聽到很多 就是因為還有吸引很多外國沒有去 包括歐洲的 包括美國的 還有亞洲的 開發者 以太坊相當的開發者去 他們覺得很便宜 然後我就哇太好了 我覺得很便宜 那如果台灣辦的話 也可以嗎 也可以 也可以同樣的太陽價 然後就是他們會 就是活動舉辦的會場 對 然後就是這個 FULARCompress 那大部分裡面的獎者跟參加的人 就是住在旁邊 就有一些飯店 對 所以只要他們就是走路就到了 這樣 然後 這個是結 他第一點結運出來 就會看到這個孩子 其實是主導會 一中心 也就是他們會一中心 因為像我們 台腿的話就是 對照可能就是 有機會一中心 台腿會一中心 然後 這邊這位就是兩氣場 就是現在 現在在講這位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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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就是他的開發者朋友 然後 右邊是台灣 最知名 最有影響力的 以太坊開發者 就要做成長文博士 對 然後中間就是 就是 進來的時候 就是他會 大家都會 因為大家都來這個四個 就是 其實會看到神秘一下 大家一起入場 然後 他們會議呢 會場 想看三千人 然後有很多 醫療的空間在到 所以他們的 會議是 每個舉辦的那個 醫療的空間 都有取個名字 是不是 叫做什麼 Spectrum 所以他們會取這個 很特殊的名字 然後大家 拆解很特殊的視覺圖案 來 就是 增加 一場 非常嚴肅 非常堅僧難懂的 開發者大會的 活潑度 對 像我左邊那也是 我的那個Batch 就是平常 參加 欸 大家有參加過 技術開發者大會嗎 就像 PiCon 就是這樣 像 G01 還是像 DataScience 之前有這個 資料分學愛好者大會 還是 其他研討會 的Batch 也是漂亮嗎 不知道 然後 它Batch 你拿到之後呢 你還可以裝飾它 就是它有個趨勢 也有 可以有很多貼紙 然後很多 就是一些可以裝飾的方式 然後 你好像有在客製的話 你自己 Personalize 對 然後 就是裡面 就是外面看起來 外觀 非常的不起眼 就是好像很普通 可是裡面我覺得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的舒適 然後 就是外面景觀 就是 布拉格非常遠的 就是 城鎮 對 然後 這個是 就是 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是 都很正經 所以他們說 非常多 就你走在會場中 會場當中 就會看到很多 很逗趣 然後 就這幾天 就大家就很開 這樣子 對很開 然後 這個是我想要講 我想要分享 第一個是震撼的部分 就是 如果妳問我說 到 DATCOM是 布拉格這邊 跟台灣 台灣參加這些 這些播放 這些新聞播動 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 最 讓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 就這一個 就這樣 就這樣突然就沒什麼 就是左邊 就是我們結照 系統的一個 英國的朋友 然後 右邊就是兩邊走 然後中間 大家知道嗎 大家忍得出來嗎 我現在就來測試 哈哈哈哈 就我內心的 他就跟各位相當 就是 他是 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 就是我和 Android 就是一位朋友 然後我們在製成 然後我三個就在 就只是 在 吃午餐 就只是單純在那邊吃東西 然後這位大神 就突然走過來 然後就說 欸 會加入你們吃午餐 然後他就開始 講一講聊天聊天 然後大家就開始吃嘛 他就突然說 欸那我可以介紹 我的那個基金會啊 我的非盈利基金給你看嗎 結果他居然說 他是Internet Archive 的創判 是 大家知道Internet Archive嗎 哈哈 對 就是一個社會主持人 他是非盈利的 然後他就開始現場 DAMO給你看 然後他就說 那你手機拿出來 然後我現在就弄給你看 然後我們完全沒有那種 超級大咖的感覺 然後這也是 我們一大聽 大聽不出來 就是他開始介紹 好像講得很大武器 然後像 像這樣 就是很像一座呼吸 這麼自然 然後結果 就居然碰到一個超級 就是 以後PTT講搜尋 他好像搜尋到 的那個 維基碼跟介面 所以叫MOOSTOR 那他從特別 從舊金山飛過來 然後他也有講一場演講 對 然後左邊這位老兄 英國的老兄 他就是 我覺得他非常有趣 因為他沒有任何程式背景 他只是單純就是會計師 對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 原本是練技工程 可是他後來 後來在 比較非常知名的 會計事務所 當會計師 然後 就是突然知道 就是接觸 比特幣接觸以太幣 然後就開始買幣 然後開始操作 然後結果自己想要 就是慢慢的覺得 哇 寫成四好像很酷 很酷 然後他就認識以太幌開發的人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這樣子 然後他就現場 就這樣待會兒 他就覺得哇 太棒了 他現在覺得 以前覺得寫成四好像 很nerdy的事 就好像很 很沒有那麼酷 然後他現在覺得 來到這個活動現場 他覺得真的超酷 然後所有人都覺得 寫成四是一件 非常潮的事 然後 所以 我們這幾個人 就是現場 都聽到他 他是從舊金山來的大神奏 就是 就是一種 有眼無視泰山 然後 然後 然後我發現這件事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你可能 你可能只是吃個午餐 或是一種 你就是在餐桌上 你可能 不是在演講場 不是在會議室當中 你就可以 就認識到非常特殊的 就大概這樣 就可能一直站在那裡 對 然後就會有些有趣的朋友 就會有點認識這樣 然後我們吃的東西就是 就是像這樣子 對 就是這個飯 看起來很少 反正我覺得好像有點不太香 然後 一開始我覺得每次都喜歡 因為 他說左邊那個是 然後我就吃飯 打底像 然後他說 不是那種像中國 那個什麼 中華料理的那種 餃子 他就是有點像麵包的 有點像饅頭 然後我第一次吃中 我就帶蛋來吃 然後可是其他 其他會眾都覺得 他們這邊的食物很好吃 就有非常多的這個馬鈴薯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他們是不是叫做飯 對 對 然後有非常非常多的甜食 對 很多 對 然後他們都有困難 對 然後這邊是他們煮舞台 對 煮舞台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以太坊 也就是模仿他的肉供 對 對 然後就是他開場的時候 開場的時候就有 他們 他們的組織應該也都是 志工吧 對 那也是像 像Python的組織 我們來這裡 其實也都是志工發行 就非常熱心 然後他是屬於 就是志工團隊的第一種 那他一開始還歡迎大眾 來到活動會場的時候 他就教大家怎麼講那個 捷克文 因為通常大家不會講捷克文 就是所有都是個國際 國際啦 就可能德國瑞士什麼其他地方 然後他就 他就教大家怎麼講 就是 對 大家看得懂一會嗎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 然後 威靈 知道什麼 對 然後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有點 帶著有點優渡的方式 然後 開始開場的時候 就是還有 就是 唱 唱一首歌 對 然後那首歌就是 他要 他逼大家所有會場的人 要一起唱 對 然後 唱那首歌呢 我自己覺得很尷尬 哈哈哈哈 我覺得效果沒有那麼好 可是志工好像覺得好像還不錯 對啊 他把整個串一下 對 我看網路照有點兩集啊 就是感覺好像 他 因為他就是 我覺得他歌有唱這麼好聽嗎 我不確定 哈哈哈哈 就是他歌詞是融入以太坊開發的 發生的一些事情 然後有趣的歌詞搭進去 就是第一次嘗試用 一首歌當開場 然後是其中一個位置 然後就是看到非常很多 其實他的鼓掌的人 大部分的 國語都不是英文 可是就還是得 對 大家還是得努力 對 然後 因為他的臉 假如我內容也沒有翻譯 所以就是 你就是得逼自己聽英文 然後 這就是 以太坊創辦人 對 創辦人就是一個非常 他應該算是天才嗎 就是 很年輕 應該二十五歲 我都沒記錯 對 然後 就是 他長到的速度非常快 然後就是會有很特殊的魅力 然後他那天就是 主要的Keylock Speed 就是在講 你太坊 2.0 升級 對 就是這位 對 這樣 對 對 然後 這位是他 太坊核心的 也是開發者 跟 管理者 這樣 然後 看他穿什麼 對 那個產品 中 因為我覺得 那陣子就是一種 很歡樂 繽紛的狀態 但是就在這個歡樂 繽紛的裝扮下 其實講的是非常 非常艱深 很難 等等 等等 就是等於一些議題 開發者 對 然後這個也是 就是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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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伊朗 拿到學 然後他以為是學數學 嗯 然後後來就是轉到 比特幣跟轉到 就是比特幣那邊 然後他在 練建造的時候 做一個比特幣的 HM 對 他還在練 他還在練 練數學系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他就是轉往 軟體開發 跟現代文有 有到硬體的部分 對 所以我訪問他之後我也覺得非常震撼 就是他居然是可以從數學背景 然後這樣一路 從量的理論派 然後到就是軟體這邊 然後 到現在他就是入網 各種就是 以太坊技術本身 最重要的研究 理論跟開發就是他在那邊 對 那如果想看他的中文的介紹的話 就可以搜尋 就是我的名字 對 對對對 跟亞星 然後這個是台灣開發者 也是 他就網 網小網 那他也是以太坊 技術團隊 核心開發 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開發者 所以他有辦法跟 跟剛剛 比查雷跟其他這些 核心開發者 同一台 都在當中的主舞台那邊 我覺得 非常值得鼓勵 對 因為這是唯一一個台灣 而且是女生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厲害 就特別幫他中開幾張 然後 然後這個是我另外一個 到底推展到什麼進度 然後成果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最優秀的最厲害的 我到底作品呈現出來 成果他沒講半句話 然後他講他就是怎麼經過這些心路 因為他有一陣子的優移者 他就開始講這些 就跟家人然後跟他兒子 然後跟他怎樣 然後我就想 怎麼最優秀最厲害的產品沒講 就有點像你自己開他這個產品 然後你不想自己產品講你爸 你媽然後你兒子怎樣 然後你開發的時候 你心情覺得怎麼樣 然後你媽媽的工作動作 對 就我覺得我很震撼 因為他等於是開發以太坊 扣端是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世界頂尖的開發者 然後我就覺得他真的一定是夠厲害 對才有辦法才能這種重要場的獎 不關他產品 對 就我覺得 哇 我覺得他玩完 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這個是志成跟他的同事 然後左邊這個叫Diamine Riot 然後他也是和李泰坊有先開發者 然後也是一個非常厲害的 呃 就是也是其中一個獎子 然後他講的其中一個靠譜 我覺得我也覺得非常收穫良多 對他講到 Gravers 開 뭐� 因為我在台灣也接觸很多 不管是開廠還是其他各式各樣的 öffent source相關的技術 還不大會 那他講的就是說 這一句就是說 他會鼓勵所有的開發者 你會至少要花20%的時間 去投入在開北 Opercent Source相關的項目 那他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受聘於某個公司 某個公司某個企業裡面 在一個組織裡面的話 他會覺得 你是不是可以去說服你的主管 或是你的老闆 你要乘多少 至少20%的時間 20%的精力 resource 去投入在開北 因為他覺得 第一個對你個人 就是以一個個人開發者的話 是自己的成長 然後第二個如果是以公司來看的話 他覺得會建立公司的品牌 建立公司的名聲 然後他覺得是 有非常多正向的影響 所以他也在主舞台上面 就是公開 好像號召大家是可以挑戰主管 對挑戰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對我他也是 來自紐約 就是非常非常厲害的開發者 然後他是比較偏嚴重的部分 然後他 就是有點要批評 批評理太坊 批評區塊鏈的不足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一點也是 我也非常欣賞 因為他等於是在一個非常 就是整個大家都是 完全是pro ethereum 對 那他居然在一個非常就是 大家都非常上榜 然後我可能心裡都是對 理太坊一個非常美麗的幻想的時候 他可以在這一支團幻想裡面 就是公開演 這樣我們可以檢視的部分 是打擊這樣 對 那我覺得也是蠻有趣的 所以他有一個網站 這個方法要打擊這樣 然後這是自成他在其中一場 就是我拍照的用意就是說 他也在那邊非常厲害的 Earthral 他有當他的主持人 對 對 就這樣子而已 對 然後跟我們結招的心情 也是當那個會計師 英國會計師 然後還有來自中國大陸的 非常重要的 以派坊的社群的經營者 然後還有來自各個地方的朋友 然後這是他們舉辦的工作坊 那會後活動也都非常有趣 這個是跟其中一個 你看他一起 因為他不安放話 因為他有非常多 非常漂亮的廣場跟城堡 這些都是跟他們來 Defcom的Devulker 去 就一樣私下一個去觀光 那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前 Hongo DB 的工程師 然後 他其實就是 我一直以為他是日本人 就我發現他不是 所以他以為長得 長得實在太流利了 我覺得他一定不是啦 然後我發現他就是一個 Japanese American 所以我覺得也蠻有趣的 可是他現在用Base在東間 所以 可能 他就是感覺是美國人 但是他又在東京 所以他現在感覺應該 就是 他可能又想要回來日本文化的感覺 所以又認識很多這種跨文跨名 然後就是他們 呃 他在訪白天 非常嚴肅 震驚的活動 然後晚上呢 他們就是會包場 開party這樣 就是進去就是一群開發者 然後可能很多男生 然後就是有點像 就是我要怎麼形容 就是Light Club嘛 就是反正就是跳舞的 然後我進去 欸怎麼都是男生 然後就很像Gate Park 哈哈哈哈 我很震撼 因為通常就是熱血保育 應該要很多女生 台 哈哈哈哈 可是因為是包場 所以真的就很滿意 然後就是 就是他投影 因為我今天也有看到 那個人弄那個全景投影 他這個是我們會後其中一個活動 然後他的活動是一個行銷活動 然後他就是很多薰塊鏈相關的公司 就是趁這個檔期 然後在這個檔期 就是會舉辦一些會後活動 然後就像發表他們的產品 那他就會把握其中一天的晚葬 然後他就做一個非常潮的投影 然後倒數 然後重點是 所以會參加的人全部都是DaftCon的人 就是他白天參加完 然後晚上來跑趴這樣 然後晚上這些人呢 完全不知道這場發表會到底是 要發表什麼 就沒人知道 就是他沒有人知道說 我今天來參加這個 就是我今天主題是什麼 然後我今天要推的產品是什麼 然後老闆是誰 完全一無所知 然後就算在佛拉德街道上 就是到處都是這場活動的廣告 廣告的檔非常大 就是你搭地鐵 你搭公車 你搭飛機 在機場還有廣告 然後就覺得好像非來不可 然後大家來的時候 然後就互相在那邊問說 欸等一下是要幹嘛 然後就要去倒數這樣 結果有個上新聞 就是那邊在深圳 叫做Blockchain LLC的活動 然後他的發布 後來發現我們聽著現場發布 他就是發布在美國的某一個中 然後他要建一個叫做Blockchain City 所以他說他買了大快遞 然後他想要建有點像 就是一個RD研發區 然後那個研發區 招門就是什麼 Smart City啊 AI啊 然後什麼的 哈哈哈哈 對各種各種就是流行跟潮流 然後加上Blockchain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我去 會後 然後留下來 這個幾天 然後就去 啟動一個歌劇院 然後就去聽那個 卡門歌劇 大家有看過嗎 真正的奧法 這個人真第一場奧法 然後左邊那張 什麼是製成包 我發現他就是 電話了很多高卡 然後你每個就是 他高傳 他就是會收門票 然後你要上去拍那種 看風景 那你就要負門票 然後負門票之外 你不是代表你的電器搭 哈哈 就是代表你可以爬上去 所以你可能要爬幾百個階梯 哈哈 然後又很冷 大家知道多冷嗎 好 可以猜一下 四度超多 四度到六度之間 對 然後就這樣爬上去 然後爬下來這樣 對 然後這邊是那邊的 Kick Taylor 然後 一張就是其中 將我拍的 瞬間的風景 那我今天就是大家 分享到這邊 就是用很漂亮的 烏拉閣風景 來當我的Ending 好 那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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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那完全都要就是 他都放在 你覺得他放在什麼地方 他放在什麼地方 他放在什麼地方 我還請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 就是我不是後面 主辦的那個 負責人 但 但我 我覺得 第一個場地費 應該是蠻貴的 然後 對對 對對 然後那天他事先 事先訂 然後本來好像 還有其他就是 我們哥倫塔 可能是四個很多國家 但最後 最後傑克那邊才訂得到 然後另外可能是 現場的食物啦 還有補給啦 那些現場人力 可能都 都不少欠 這樣 對 講者機票費 講者機票費 對客人 客人也是對 他的住宿這些 所以機票是另外的 機票費 因為那是 報名費 對 那是報名費 有還在住宿嗎 沒有 有還在住宿嗎 對 有晚宴嗎 呃 也沒有晚 呃 講者好像 呃 講者沒有晚宴 但是 就是我們 就是自己其實會有 就應該大家 大家自己都有一些活動 而且 像剛剛說 派對很多人 大家可能知道 來來來到處逃這樣子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像他們在PARTY 很好 因為他們常常都包小 然後就好像你們都不用付錢 然後就進去 可是PARTY 又不是我們 我們Foundation去辦的 這是Devcon 就是 Devcon 自己沒有PARTY 哦 對 它是有點私下 就是它有一個網頁是寫 就是 一連串 有點像 APTERPARTY 對 就是除了活動前 跟活動中 就是 很多 很多的去辦團隊 跟公司 他都想要趁這個時候 反正全世界的專家都來了 然後就辦個活動 然後大家才了解 你的技術 之類的 然後前面有一些黑客收納 阿 阿 阿 好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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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如果大家也會辦活動的話 我覺得他們有一個地方設計的很有趣 就是他們有一個休息室 然後它整個是暗 然後有一個很漂亮的燈這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進去睡覺 然後就在那邊這樣子 對 我覺得那個概念還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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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空間就是 你就是沒幹嘛 你就在那裡就 就是Hand out的地方 比如說它就會有一區就是 你會自己有很高級的茶葉 然後茶壺 然後茶杯 然後熱水什麼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泡下午茶 對 然後你也可以有很多就是開會的地方 或是你就是聊天的地方 對非常多 對 對 對 好像在哪一區 因為我們這次參加 參加各種 然後感覺有可能 對 對 因為好像上一次 所以它每年一年一度 所以它每年可能是在亞洲 所以 他有幾個嗎 我們是一支一樣的中 對 關於那個金額 那個金額 那個金額 學天堂分學人 我會比你分的 比較多 哈哈 因為你剛好在1024 然後你也就 夾 那1025 這樣 哈哈 對 好 好 感謝大家 好 感謝大家 謝謝 大家